我終於搞懂為什麼中正萬華這麼多年來的問題會無解 然後整個城區會所有的問題都停滯不前 因為我也終於弄清楚了 因為這些候選人都沒有把心力放在解決問題上面 所以呢我想拜託一下這些候選人 人民真的不想要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人民呢要聽的是政見 所以呢我來設一個擂台 然後呢我們大家來講政見 然後我們盡量講讓中正萬華的人可以聽 然後呢因為大家不想看到這種互罵跟這個吵架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能夠認真的來做政見的一個辯論 然後呢為中正萬華的困境呢找解放 同時呢大家都喜歡看吵架 可是吵架呢是在戲劇裡面大家喜歡看 但是立法委員不是演員 所以呢立法委員是為了兌現承諾 是為了實現政見而來的 大家都在乎輸贏我也在乎輸贏 但是我也常常要提醒自己 不要陷入這樣的陷阱 有時候我也會想攻擊對方不足之處 可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看板 我真的看不下去 而且不是光我看不下去 我覺得對中正萬華的選民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為如果要看人家吵架 他們去看電視劇就好了 為什麼要在街頭看這種無聊的戲嗎 我也希望呼籲能不能換一種方式 大家用政見來對話 那麼鍾小平先生呢 到處在發民調文宣 從33變成32.8 那事實上呢 無論你做了多少份民調 別以為內行人看不出其中的這個貓膩 民調做出來是為了讓自己參考調整戰略 而不是拿來做選舉的一個操弄 鍾小平先生 我想你就不要再裝模作樣了 你就直接把你的民調倒過來寫 說你是82.3 或者直接宣布你當選了 這樣子是不是比較快一點 因為呢 從頭到尾你只在意這個 你都沒有在做事 而且你從頭到尾的數據的調查 都是你自己做的 到底是怎麼來的數據 我連聽都不想聽 因為只要去問 硬小威跟郭昭妍的支持者 就會知道你的能耐在哪裡 今年6月的時候 你也承認你動員了30個里長 1萬多個人幫你手電話 所以後來你說證明你的基層實力 但是 這些事機當然各大新聞都有 你是這樣子在做民調的嗎 還有我這樣講完之後呢 你也不用到處去告 為什麼 你從2014年告了連勝文 2017年告了黃綠錦如 2019年告了郭昭妍 今年你被郭台銘告 所以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已經不在這個範疇裡面了 因為你已經不在前兩名的競爭範圍 所以你不用在暗夜行路 然後吹口哨給自己壯膽 我們就來談政見吧 就這樣 那至於吳佩儀呢 我也要呼籲吳佩儀 你柿子不要挑軟的吃 我們來辯論 我們來辯論政見 我們好好的把政見說清楚 讓萬華中正區的選民可以好好的聽一聽 當然如果鍾小平願意參加 一樣歡迎 隨時歡迎 我雲美人隨時等著 那麼我也坐了一台這個雷台車 隨時讓大家呢可以來做這個政見的一個辯論 那麼以上 謝謝 對不起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這個看板的狀況大概是什麼時候這樣 然後大概是他們是怎麼樣的互動 這個看板就是用這樣子的街頭漫媽式的在互動 那麼這個看板不是唯一的了 已經其他的看板就這樣 就是一直有這樣子這種街頭漫媽的看板 那我是覺得這樣的看板在中正萬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我覺得對中正萬華的選民也非常的不公平 他們應該要能夠聽到候選人的政見 而不是看他們這種街頭的吵架 謝謝 小平今天早上又再度說你已經沒有當選的機會 那你怎麼看他這種說的 我認為中小平就直接宣布他當選 這樣以後都不用再回應這件事情 請問一下自己的支持 還有什麼 至於民調這件事情呢 我也有我自己的民調 我每天在街頭走呢 我都感受到第一線的這種熱情跟這個選民的一個支持 所以呢 這就是我的民調 小平今天早上還有說就是您其實是綠的 然後又再舉說你有幫林昌佐或幫過賴清德 然後認為您是綠的 你怎麼看他這種事情 我只想跟他談政見 他可不可以出來跟我談政見 至於這些這種選舉的抹黑啊這些 我都不願意再回應 因為那是浪費口水 而且那也不是中正萬華選民想要聽的 這看板這樣掛上去 在地方上選民有什麼樣的討論反應 就是覺得可笑啊 而且甚至於現在有非常多的中間選民 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可取的一種選舉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對 所以我才會站出來 特別的請大家來能夠這個做一個說明 真的是看不下去 這對中正萬華的選民太不公平了 你們為什麼不拿政見出來講 要浪費這樣子的一個看板 做這樣子的一個護罵 你們希望看到台灣的政治 還是繼續延續這樣子的一個風格嗎 讓人家看笑話 讓人家看熱鬧 但是呢我們卻失去了選舉真正的本質 是談政見 先生想問一下 您說要邀遍任的 決定好時間地點和主持嗎 我已經都準備好了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我都可以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俊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俊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